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接着 超过有160年历史的银行巨头瑞士信贷财报也出现了重大的纰漏哦 每日存管流出量破100亿瑞郎 相当于台币3300多亿 两大银行接连出事 让全球的金融体系都匹匹创 有人不禁担忧 2008年雷曼兄弟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会不会重演呢 银行出事 一个不小心恐怕动摇国本 尤其在瑞士 因为全瑞士有超过300家的银行 加上已经有百年历史的银行保密规定 让瑞士成为了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更是有钱人的资金堡垒 巨额的资金汇集在瑞士又作用阿尔卑斯山这么绝佳的自然美景 也使得瑞士成为了高端旅游的首选之一 好 我们今天就要带您深入瑞士 从高端旅游到高级名表一次满足 首先就来看的是管理资金超过1.4兆美金的瑞士信贷 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崩坏的状况 为了遏止金融危机蔓延 瑞士当局周末再出手 促UBS瑞银集团以30亿瑞士法郎 相当台币990亿紧急收购 规模较小陷入困境的对手瑞士信贷 因为瑞幸向瑞士央行借500亿瑞士法郎的计划 仍无法缓解市场焦虑 拥有167年历史的瑞士信贷 是全球30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之一 这场瑞士银行业历史性止昏 让瑞银必须承担瑞幸 54亿美元的投资损失 不过瑞士政府也提供96亿美元担保 以及1080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援 以防自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以来 最大银行业破产 我今天很幸运来 我们宣布这个组织 一个组织的国家的经济中处 带着UBS和Credit Suisse一起 尽管瑞银董事长说很高兴 但其实这场收购是不得不 因为瑞士政府央行和金融市场 监力局得出结论 瑞银接管比瑞幸倒闭要好 这两家银行资产总和 相当瑞士GDP140% 合并后将让瑞银成为瑞士 唯一的全球性银行 瑞士经济也将更仰赖这唯一的带方 不过投资人显然不买单 周一欧洲股市一开盘 瑞士信贷股价立刻暴跌63% 瑞银则重挫14% 欧洲银行业指数也跌近5% 不过瑞士民众似乎老神在在 瑞银董事长表示 收购后将砍掉瑞幸大部分 投资银行业务 瑞士金管单位也决定 瑞幸约160亿瑞士法郎的 AT1额外一级资本债券 将检计注销变币值 让一些瑞幸债券持有人 便大输家 收购案底定后 美国联准会随即宣布 联合加拿大 英国 日本 欧洲 和瑞士央行提高美元流动性 换汇操作频率将从每周增加到每天 至少持续到4月底 防止市场争抢现金 瑞士银行业火在烧 美国银行问题也还没解决 尽管上周十一家银行注资第一共和银行 三百亿美元 但周日仍遭信贫机构标普全球降为垃圾等级 周末传出股神巴菲特 开始与美国官员讨论银行危机 但至今尚未出手 美国两家倒闭的银行 目前一家有人愿意接受 纽约社群银行表态愿意买下 标志银行的存贷款和40家分行 但另一家矽股银行还没找到买家 高盛现在预估因银行业问题 美国有35%的可能 在未来一年进入衰退 比危机刚开始高了10% 我认为我们应该预备 更加坏的银行消息 因为银行消息 银行消息 它把银行消息通过银行 通过银行消息 现在你所看到 是投资者正在脱离 但是银行系统 不认为在系统危险 瑞士现在堪称是百年老店 到底这一波的影响性究竟如何 我们就来看一下 金融业在瑞士的重要性 其实占瑞士GDP 在2021年的时候百分之9 全瑞士估计有超过300家的银行 而且管理的资金超过5兆美金 这5兆美金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要告诉大家 是GDP超过5兆美金的国家 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 还有一个就是日本 好 瑞士信贷本来排名第二的 现在被老对手 已入瑞士银行给并购了 第一并购了第二 到底接下来整个风暴 是真正的止血 还是仍然有未爆 但呢 我们马上就要来请教专家 介绍的是台新金控首席 经济学家李箴宇博士 博士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李博士 我们知道瑞士信贷 是成立于1856年 已经167年历史了 当初好像是为了资助 瑞士铁路发展 所以成立的一个银行 管理的资金大概1.4兆美金 42兆台币 真的是好大的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在跟台湾相比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他这个银行的历史重要性 又是如何 瑞士信贷一直都是 蛮重要的一个银行 大家讲到瑞士 大概就是UBS 跟Credit Suisse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4兆大家可能 没有什么概念 我们就用GDP来看 台湾大概是多少 台湾其实GDP跟瑞士 其实差不多 跟这个国家差不多 大概就是大概8000亿左右 而且台湾是最近几年 整个上去了 所以其实你看 超过一兆以上的国家 大概17个 只有17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管的AUM 比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 都还要大 瑞士信在一直以来 他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银行 他其实是全世界 非常知名的财富管理银行 所以因为在过去这几年 其实大家 尤其是富人 他要去藏税 就是避税 或者是去藏资产 大家都会选择瑞士的银行 瑞士其实两家最大的 不是去UBS 就是去Credit Suisse 所以他其实一直以来 他就是在扮演这种 瑞士尤其是整个欧洲 尤其是财富管理这一块 它其实是个非常领先的 一个指标性的银行 比较用一般的讲法 就是藏钱的银行 好啦 不过它大到居然 瑞士的央行要颁救命钱 多少高达540亿美元 这个金额也是非常的庞大 显示它的重要性了 不过这么重要的银行 居然会出问题 马上大家就联想了 最近怎么会这么重要的银行 接连出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 已经提到了这个矽谷银行 居然48小时就拜拜了 宣布倒闭了 马上大家就会联想到说 雷曼兄弟当初一出问题之后 带来的是2008年的金融大海啸 大家都是余悸有存 花了好多年的时间 才慢慢的恢复 这一次有可能会发生吗 应该不会 有几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雷曼兄弟当初 他的资产是 他买的资产是 他买MBS MBS就是所谓的房贷包装出来的 相关的资产 延伸性的资产商品 但是其实你去看 大概从2006年 美国的所谓的房贷的违约率 其实就开始攀升了 什么意思 就是我买房子的人 我已经没有钱去缴房贷 其实严格来说 他们其实就是面临很大亏损 比如说他买到 是一个有毒的商品 这是第一个 但是你说像 Silicon Value Bank 或者是Credit Suisse Silicon Value Bank的问题 跟Credit Suisse 又有点不一样 Silicon Value Bank 他的问题是他是以短支障 什么叫以短支障 就是我常常讲的 银行的钱是短钱 大家不要觉得银行的钱是长钱 你可以想一想 你银行的钱多久去存取一次 很多人其实每一两天 就去存取一次 你说我在银行放定存 你说放了一年定存 两年定存 各位 一年定存 两年定存 对于银行来说 这叫短钱 银行最怕什么 就是用以短支障 就是用你这个短钱的钱 去买长期的资产 Second Value Bank就是这样子 Second Value Bank最大问题是 我去拿这个银行的短钱 我跑去买什么 我跑去买美国十年级公债 我理论上来说 美国不会倒 我也相信美国不会倒 我只要抱着这些钱 我一路抱十年就没事了 问题是 你不知道这些钱的 后面的这些存户 他什么时候要 当很多人都要给你要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被迫 把这个东西卖掉 那你就会亏损 尤其是在过去这一年多 美国生了9次息 生了19码 所以现在他所有账面上的 这个债券 亏损都非常严重 这个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 更恐怖的是 现在不像08年 08年挤兑你还要去排队 现在挤兑你 就按一个按钮 钱就跑掉了 就是你的Digital Bank账户 转钱是转很快的 而且现在Twitter Facebook 它讯息传得非常快 前一天还在说没事没事 隔天那个消息一出去 大家都去一瞬间 大家手机拿起来 就立刻把钱传掉 一下的钱都跑光了 Seek & Very Pay 一天被挤兑420亿美金 任何一家银行 一天被挤兑420亿美金 都挡不住 其实如果那个时候 美国愿意出来救雷曼 其实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风暴 但是那个时候 美国政府 美国的众议院 美国的参议院 都不愿意救 为什么他们觉得 你们这些投行的人太greedy了 太贪婪了 我要修理你们 给你们看一下 就一修理下去 全世界经济都没有赔账 全部都赔账了 所以大家现在也学乖了 大家知道金融系统 你不能随便修理 我常常讲 大家对于金融系统 这个信任 它建立是很慢的 毁灭是很快的 马克徒文说一句话 他说信任起马而去 步行而归 跑的时候都很快 你要重新把它建立回來 要花很长的时间 没错 所以这个事件 其实对台湾的金融业来讲 也应该要学到一些教训 跟提示 金融圈好像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全球最赚钱的银行是在美国 比如说高盛 摩根等等的 最稳健的则是在瑞士 可是最稳健的居然 也出事 我们做了一个表 其实好像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这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 居然发觉说 瑞士信贷居然会涉入 莫山比克政府的贪腐走门吗 居然还有 保加利亚贩毒集团洗钱吗 像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会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这个我们讲 其实银行在经营 你必须要在信任文件 跟获利这个中间 要有个拿捏 你瑞士信贷 它其实被人家诟病 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团队 不是封控的问题 它是整个团队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团队 他看到利润的时候 他会奋不顾身铺上去 对 整个铺上去 他也不太在乎 这个事情到底是OK不OK 或者是你后面是不是有 涉及到洗钱 涉及到这种黑道 或涉及到这种不法的事情 就是有一点点 too aggressive 你可以讲就是too aggressive 那比如说 Green Seal Green Seal Green Seal那个时候 其实它一开始是做 所谓的供应链融资 它其实蛮安全的 后来Green Seal 它也是犯了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钱赚了之后 又想赚更多 然后发现供应链融资 margin只有一点点 它开始去做那种房地产的东西 需要钱怎么样 就跟瑞士信贷一起弄 瑞士信贷也没有觉得说 你是明明搞供应链融资搞得好好的 你跑来搞房地产干什么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讲的就是 这是以短之长的问题 所以瑞士信贷就跟它一起跳进去了 所以后来Green Seal倒了之后 瑞士信贷也受伤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觉得它在这个风控 它在对于这种利润的这种 太过的利润导向 这个其实对于整个金融业的经营来说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是 但是现在瑞士的话 它是规模第一并了第二 对不对 那就变成一个新的金融巨兽了 这些新的金融巨兽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万一出问题的话 会不会反而更可怕呢 对 其实这个就是很好的问题 因为现在如果它整个 这样子下来的话 它其实它的资产是非常非常大 它其实是比整个瑞士的GDP还大 它果然是 那请问一下下次 这次还有瑞士政府出来救它 如果下次出时谁要救它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虽然瑞士有500家银行 那看起来其他银行 没有像UBS跟瑞士新代那么有名 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 可能在瑞士可能就是 份额都超过50% 那这个其实对于整个瑞士的 银行的竞争也是不好的 因为这个你看嘛 我那么大 对不对 你们全部都是要听我的 那我去 大部分的要来借钱的 都是先来跟我借 因为我可以offer最低的利率 那我可以charge 比较高的手续费 所以它其实会对整个市场的竞争 会有扭曲的作用 那不过你可以这样想 因为瑞士蛮小的 瑞士做的生意 是做全世界的生意 所以它是 这个合并起来是瑞士最大 那在全世界 应该还是前三大而已 所以还没有到说 对全世界的金融的竞争 产生很大的冲击 好提到瑞士银行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常常会讲 就是他们有所谓的三百年历史的 这个为客户保密的制度 甚至您看到在1934年的时候 还正式立法 叫做瑞士银行的保密法 也就是说瑞士的金融机构 可以拒绝任何政府 对客户账户的调查跟监控 所以也就是这样子 让它变成一个全球私人资金 最喜欢去的地方 对不对 好 尤其听说在二战期间 瑞士银行还跟德国纳粹 跟犹太人之间 产生了一些恩怨情仇 犹太人是非常厉害的民族 他们虽然住在德国 他们可能很快就已经sense到说 再继续下去可能 希特勒的魔爪就要伸过来了 所以他们可能就很快 就把他的资产先转移到瑞士去 转移到瑞士去 希特勒就去把瑞士找来说 你把那个犹太人富豪的名单交出来 但瑞士就是不愿意 因为他们对于契约精神的遵守 是非常非常的在乎的 就是说我跟A签了contract 我誓死要坚持对他的contract 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 他们那个时候 佣兵去保护路易十六 这个法国大革命 全部都战死了 陪着路易十六战死了 大家觉得瑞士人这一点非常的厉害 所以希特勒就跟他要 他不会给你 希特勒想了很久 怎么办 这个也是银行业的一个很妙的地方 你大家可能去银行 你去领钱的时候 他要很多证明 我要看你的双证件 我要看你的签名 我要东看西看 而且他要看你的半天 不知道你在干嘛 但是 我說我要把钱汇到那个账户 没有什么关系 我要把这个信息汇到那个账户 他不看 你汇就汇进去了 他suppose 因为那个账户是benefit 那这一招呢 就是从希特勒来学来的 他就觉得说 我要给你调账户不愿意 那没关系 我存钱给你 所以一存进去 希特勒就说 我知道你在瑞士银行 有存款 就把它找来 用这样的方式 用这种方法 就把那个套出来了 但是呢 像这样子的一个保密法 到底对金融业来讲 是利还是弊 其实已经慢慢被 慢慢被打破了 解除了 因为你08年那时候 这个海啸之后 美国就开始去查 就是说 有很多的这个高官 或者是富豪 都用瑞士这个地方 当避税 所以就迫使这个瑞士 人家把这个名单交出来 所以2021年的时候 就已经逐渐逐渐的解除 而且现在其实 事实上 欧洲也在推所谓 common reporting system 就是说我这个不能够说 让大家用这种所谓的 隐私保护 变成一个洗钱的工具 所以这个其实呢 我们觉得呢 这个慢慢 就是会解除了 所以以后富人藏钱 可能就不会藏到瑞士去 藏到哪里去 藏到那种 不会被查的产品上面去 比如说房地产 比如说租宝 比如说这个什么 什么货 你去看那个富比市拍卖 那个最高得价的人 都说都没有公布名字 不过讲到这里 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请教一下博士 不管是信贷也好 或是矽谷银行事件也好 对整个台湾金融界 应该要产生哪些冲击 然后可能会产生的冲击 以及我们会带来的教训 要好好来检讨的 还有哪些部分 冲击目前看起来 其实是还好 我们其实觉得叶伦 在处理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明快 算明快 所以现在看起来 美国不会变成系统性风险 只要不要变成系统性风险的话 台湾受到这件事情的直接冲击 其实是比较少的 但是我是觉得 不管是Silicon Valley Bank 或是 Credit Suisse 台湾的金融业 我真心的觉得 每一个金融业 都应该要组一个团队 好好把这两个case 学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的 你应该学 你不应该做 你应该小心 各方面的面向 我举个例子 你看Silicon Valley Bank 他在整个资金流逝的过程当中 他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他的资金过度集中在大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户在取钱 可能都是几亿几亿美金走 跟那个小户取钱不一样 对 所以过度集中在 第二个 你不能够以短支场 你不能把你的资金 短期资金拿去买长的东西 第三个 我刚刚讲的Digital Bank 对银行来说 不是只有厉害 不是只有好的 他是在 资金在串逃的时候 也是非常可怕的 第四个 你的 不应该以短支场 然后CreditSuite也是 你的风控的系统 你不应该去过度的 所谓的这个 业绩导向 因为 这个金融业是有道德风险的 你过度的业绩导向 这些业务员 就会把这些风险 转嫁到金融体系里面来 今天非常谢谢博士 跟我们做来 这么精彼的一个分析 谢谢 那么当然整个瑞士的信贷 如何 要去看待它这个危机 会如何的一个转变 我们还会持续来注意 不过瑞士一直以来 除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富人财富管理的天堂之外 也是高端旅游的度假天堂 马上回来 我们就要带您到瑞士 走访一下高端旅游 有哪些最新趋势 请别走开 人口880万 国土面积4.1万平方公里 跟台湾差不多的瑞士 有着得天独厚的湖泊山川 加上200年的中立国 不受到战争的侵扰 境内拥有很多知名的观光景点 更有很多都是顶级奢华的旅馆 好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 Netflix的纪录片绝佳饭店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这一家 位于瑞士东部强调养生的 高级度假村 他们的顶级套房 一个晚上要价1万英镑 折合台币37万多元 度假村的770名员工当中 具有医疗专业背景的人员 就多达80位 您可以去那边度假 兼做手术或是疗养 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精华片段 我们在某个街道的提供 我们的路上到巴d Ragaz的水平 在这些座山的湖景 有些人在这里的13世纪 来自从大陆的水平 来自身的水平 这些地方是座山的座山 一层最终的健康和健康 最终的健康和健康 这应该是心心和身体的体制 我们的对我们的压力 我们可以做这个 之后我们的压力 在其他住宅的压力 您来到大压力的压力 谢谢您的压力 有一个压力压力 现在有两个宽室的宽室 两个宽室的宽室 和冰箱的宽室 这种健康和健康的宽室 这种健康的宽室 超过187个的宽室 三个的宽室 最高的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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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有1个宽室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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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店 这家店 区一家人 offering everything from sleep therapy and dietary advice to surgery presiding over a staff of 777 ranging from doctors to porters is general manager and local boy marco zanolari it's much more than just a hotel it's a destination in itself it's a lifestyle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hospitality sports water are much more appealing to a lot of guests than just a hotel and a nice beach 的確觀光跟醫療來相結合是瑞士國家旅遊局主打項目之一 而且他們還洋洋灑灑列出了十大理由說來我們這邊觀光吧 為什麼呢他們說我們有歐洲最出色的醫療保健系統 有養生水療的優良傳統 另外五星級的服務還有培行和同伴也可以休閒放鬆 絕對不會無聊等等真是如此嗎 好 我們這段節目就請資深歐洲縣的導遊 尹俊瑩老師來告訴我們 老師好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尹老師我們知道瑞士其實他得天獨厚的就是 我擁有阿爾卑斯山對不對 有三大名峰 三大馬特洪峰 少女峰 白朗峰 對不對 都是赫赫有名的 而且我們剛剛有提到了水療的部分對不對 這真的是滿特別的 我們來看 他們有所謂的四大溫泉聖地 第一個就是巴登巴登 這真的很有名對不對 而且歷史上很多名人都去過 達普倫三世 卑斯邁 維多列亞女王 然後音樂家我最喜歡的莫達特 貝多芬都造訪過 好 再來看第二個就是洛伊克巴德 這也很有名 你看 擺過來的名人也是 每一個都是赫赫有名 戈德 莫伯桑 馬克 土恩 畢卡索 還有另外兩個 當然其中一個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巴德拉加斯 我們剛剛在這個影片當中 已經看到了 真的是富力堂皇 而且服務非常的好 另外一個是瓦爾斯 請教老師就是說 這些溫泉的傳統 聽說是羅馬人帶進瑞士的嗎 對的 巴登這個地方 實際上在公元84年的時候 我們剛剛介紹的第一個點 羅馬人就在那邊建了浴池 那個地方確實有溫泉 羅馬人達到最北的英國 也去找到巴斯 他也設一個溫泉 所以這個水寮 實際上最早的溫泉來源 確實是羅馬人帶來 再加上 剛剛主持人提到 瑞士德天圖 他有阿爾貝斯山 它的能源我們要先講 你要有好的自然景觀 空氣呢 瑞士空氣更不用講 因為瑞士的發電 90%都是綠能 然後我們也知道 瑞士還有一個 剛剛我們為什麼說 它是跟醫療有關 世界有兩個大的製藥廠 就在瑞士 所以瑞士旅遊局說 你們大家都從全世界來 我這地方隱密又好對不對 隱私也好 我有醫藥 從中世紀之後 工業革命之後 第一個我們講 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 所以英國第一個發生起來 它的空氣越來越糟 有錢人就想往外跑對不對 有錢往外跑第一個想到 當然是先到歐洲 瑞士提供這樣的條件 原來如此 不過我們知道瑞士有這麼多 頂級的水療渡假村 沒有門路的話 可能就都去不了 所以黎老師 好像你有一個私房名單 口袋名單 就是這一家 而且聽說這一家 居然老闆是台灣人 對 這個疫情之前 我們講說在COVID-19之前 剛好也有帶個團 去到瑞士 因為適逢旺季 所以到了High Season的時候 旅行車就想說我們安排點不一樣的 找來找去就找到這個點 現在螢幕上出現這個地方 其實上去我們台灣的遊客 經常去的劉森 南邊只有42公里 它特別在哪裡 你要上山的時候 冬天一定得坐纜車 夏天它大概有半年時間 可以開放你小車上去 這個地點 基本上亞洲人沒有人去 我去的時候 飯店的大堂經理 他就跟我講說 你們是我們接待的亞洲團的第一團 不是台灣團 亞洲團的第一團 他們最多的遊客是德國人 這地方隱私性很好 大家都想要說 我去的是私密景點 私房景點 這裡就扮演這樣的角色 所以我當時也有給製作單位提供一張 我們團隊進出之後 當天晚上也在這個地方的餐廳 你可以看到湖光散射 這個地方就是湖光 晚上吃飯的時候 剛好那一天 就是這張圖我拍的 這裡拍的 所以對於歐洲人來講 他們夏季來這做什麼呢 夏季來這地方是hiking健行 冬天它就滑去 然後再加上這裡 一樣是還有水療 消費一個晚上平均大概在 一萬上下 大概在三百美金左右 以瑞士人的消費來講 已經算是親民的了 很親民了 不過我們知道這種水療大流行 如果說有看過韓劇 很有名的韓劇 這個愛的迫降的話 不能夠錯過的 就是大絕集裡面 我知道女主角她有講 這是我人生當中最幸福的兩週 為什麼呢 除了是跟玄冰在一起度過之外 當然很重要的是那個飯店本身 它也是很有名的一個飯店 其實在哪裡很多觀眾朋友很想知道 我們查了一下 就是維多利亞少女峰的水療大酒店 這個飯店它比較特別就是 它正面過去就可以看到少女峰 而且到處都可以看到飛行傘 真的是很愛的迫降對不對 對 但是暑假一個晚上基本5萬台幣以上起跳 好這時候我們有查閱了一下訂房網站 頂級造房14萬 好我們現在可以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手板上面地圖上看 那麼實際上我們上少女峰是一個像環形的 像你手錶的時針一樣 就是說從圖表上面最下方的 那是英特拉肯的東站 英特拉肯奧斯特 東站 從東站出發之後 它有兩條路線往上走 集合之後再上少女峰 那麼菲斯特峰就是從圖表上 我們看的話是在它的左側邊 我覺得他們選的拍劇 我講拍劇 它真的旋直的位置很好 因為這菲斯特峰它在過去幾年 它是沿著那個山壁外面坐了一圈 繞著山壁走的一個步道 然後又可以伸出去 伸出去的感覺就像我們在看 鐵達尼號 就是你可以站在那個高峰 伸出去那個礁岩的部分 可以拍那個傑克羅斯照 對 就是那個概念 但是同樣在那個點 它實際上也就是很多玩滑翔傘的地方 所以你同步有各種多樣的活動 我覺得人家選子選得好 愛的降落 降落之後 女主當時還被飛行傘蓋住 就聽到有個男生的聲音 男主的聲音 結果沒想到 竟然是她夢寐以求的愛人 重逢 對 編劇很會編 地點選得好 維多利亞酒店 另外一個是它的少女風酒店 兩棟建築併在一起 這酒店基本上我們在 過去這二十幾年 我們也經常住這裡 因為住不僅是像主任剛剛講的 窗戶打開 正對的就是少女風 其實要講一個更厲害的是 人家這樣的一個投資方 早年在選址蓋這個點的時候 前方的那些地皮他都買下來了 不會再有人去遮擋它 所以它前面的那塊大草皮 實際上也就是 從後方的山上飛滑翔傘下來 降落的點 人都選這個點 也是跟著大概200年前 名字從哪裡來 維多利亞 這個名字絕對不是瑞士 一聽就是英國皇室 就是跟著這些皇宮貴族步伐 所以名人旅遊200年前就有了 這個酒店不僅選址位置好 那麼他所提供的服務也好 他的服務不僅是他的本體 我想是前面那條街 他前面那條街大概500公尺 可是這500公尺全是名店 比如說 奢侈品 鐘表 你想得到的全部都有 所以對於來這邊想度假來講 一次滿足 對 一次滿足 白天我們可以去爬山 健行 或者是坐著火車上少女峰 晚上又回來 對 然後再來我們晚上 然後去shopping shopping完了很累就水聊一下 對 完全一次到位 對 一條龍 好 不過講到瑞士 我們通常會想到什麼呢 小朋友可能會想瑞士巧克力 但是也有人講說 瑞士出產什麼 鐘表 這是非常重要的 好 瑞士的奢侈品當中 鐘表一直佔有一席之地 而且2020年的時候 鐘表工藝已經被列入 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了 有關這個部分 我們馬上回來繼續聊 請別走開 好 講到瑞士 其實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瑞士鐘表 沒錯 我們來看根據統計 瑞士鐘表業在2022年的出口總額 達到將近280億美金 而且創了史上新高 比疫情之前還成長11.4% 更特別的是 其實現在美國人很喜歡買瑞士表 購買瑞士高檔手表 消費額刷新的記錄 甚至超過了中國大陸 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百萬等級的奢華名表 買的人很多出現了20多歲的年輕族群 我們來看這則報導 奢華的瑞士精品表 在嘻哈界掀起風潮 Karty B JZ 夫妻黨都是鐵粉 根據歌詞網站的統計 2017年告示牌百大嘻哈歌曲當中 有三分之一的歌詞都提到表王百搭菲力 這個百年頂級的鐘表品牌 幾乎成為嘻哈大佬的重要配件 當然我沒有計劃 但大家都喜歡看 你可以成為歌手 或是畫家 我對我來說 我對這來說 只要你對我所感受 嘻哈文化風潮 加上美國新富豪世代崛起 改變百搭菲力的消費群 尤其在北美頂級鐘表的課層 出現年輕化的趨勢 我還在談論 比特幣、NFT 他們賣很多錢 那些客人 最大約是30歲 他們都願意給Patek Philippe 而不是最便宜的 但他們也很知識 他們也要學習看的時間 他們也有錢 但他們也很聰明 這些美國的年輕富豪 更推升瑞士鐘表 在美國的銷售量 根據瑞士鐘表工業聯合會的統計 2021年瑞士鐘表 對美國的出口成長率將近56% 十多年來首次超越中國大陸 月居全球最大的瑞士鐘表購買市場 今年恢復實體舉行的日內瓦鐘表展當中 也可以看到更多年輕化科技的元素 AI也融入這些老牌鐘表工藝的銷售 我們使用整個創造力的力量 我們可以帶來市場 我們跟我們的客戶 在新的方式和新的方式 我們保證 在世界上的情況下 我們跟我們的客戶 我們保證我們能夠提供最好的產品 LVNH旗下的泰格豪雅 推出的是人造鑽石打造的限量錶款 就是要吸引重視環保人權 對科技創新充滿好奇的新時代 我們已經有了幾個電話 你已經有了一個等級 你已經有了一個等級 但是我們會保證它限制 我們不想製造太多 保證的價值 保證的價值 我們要保證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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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市場的價值 年輕新客層的購買力強勁 加上疫情後開放觀光 有望帶動實體銷售 瑞士金品鐘錶業者 對於今年的業績 信心滿滿超過七成表示樂觀 這是非常重要的 身體重新的 因為我們當然是在一個業界 在我們產品的觸動 有很多意義 根據投資銀行傑弗瑞的預估 在虛擬貨幣創造大批新富豪的時代 美國的奢侈品銷售 就同樣以片看好 倫敦設計師品牌也順應潮流 利用虛擬貨幣標價 讓這些投資人 可以使用加密貨幣 在實體店面購物 虛擬貨幣的貨幣 都會改變 每天都會改變 他們會改變 我們接受到25個不同的貨幣 所以我們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每10分鐘 我們嘗試再測試價錢 再改變交易率 這會幫助我們 精品品牌Gucci 也預計要在紐約 舊金山等分店 提供虛擬貨幣的支付服務 泰格豪雅的美國官網 也開放利用加密貨幣購買錶款 這些由新世代掌門人 領導的奢華品牌 開始陸續跨進web3.0的時代 好 剛剛就看到了 這些瑞士的頂級中標品牌 因為年輕人愛買的關係 甚至還推出了一個新的服務 是加密貨幣 也可以用來結帳 這可厲害了 那麼根據調查 全球每10支出口的精品名票 當中有7支就來自於瑞士 馬上來請教一下 尹老師 瑞士人到底有多愛中標 而且對於這個中標 到底有哪些獨步全球的 精密的技術 是別人跟不上的呢 還有您帶團經驗裡頭 以前會不會很多人就 哇 一去就要買裸雷 買那些名標呢 是不是有出現這種盛況 剛剛主持人的說 年輕人也愛 因為反腐歸真 其實瑞士的東西 它實際上的設計 雖然很反腐 但他們的製表工藝 不是一照一照舊的 他們這數百年來傳承的 這種技術 他們現在有製表的學校 因為你要去當一個瑞士的製表師 你會要花的是兩年 三年 四年 這麼長的時間 所以實際上我們花了 這麼高昂的金額去買 我們現在聽到的 巴達菲利 這樣子單頓勞理師 其實你買的就是它的工時 瑞士的工時這麼的昂貴 它不管是積心的 積蕊的 錶帶的 它絕對是拿到全球最頂級的記憶 去幫你製作 而且你買了之後 它終身幫你維護 或者是頂級的巴達菲利 哪怕你從一八三幾年 一八四幾年 你買到股東表 它有那樣的維修團隊幫你去服務 這麼老的東西物件 我們一般如果買到車 買到老車最怕是什麼沒了 沒零件 沒零件 你放心 你只要買到這種世界頂級號表 終身它幫你服務 所以瑞士生秉持這樣的一個工藝記憶 他幫你去做好 你沒有想到的事情 他對你這個表真的是永久負責 他在世界製表業的霸權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這樣一個 很大的一個時鐘 我相信只要去過瑞士朋友 你只要去坐過瑞士國鐵 一定看過他 3000多個車站都有他的身影 也因為他實在是太有名 他變成是一個Iconic標誌 瑞士就是他 準時 結果我們有一家 水果手機公司也看上他了 10年前竟然去 Copy了一模一樣的概念 這時候瑞士人不淡定了 他說我們很高興 被你們這麼大的公司看上 可是你得付錢 你不能就把我的創意就拿走了 結果後來兩邊大公司談妥了 為了這樣的設計 這個水果手機公司 付了2100萬美元 台幣6.3億 去買人家這樣的一個版權 提到說到瑞士去買 比較特別 有一年我帶了個團去 這個團客人很有想法 去的時候在機場就給我一個名單 說尹大科 我要去 我先生指定我了 因為那是一個阿姨 我先生指定我說這個 百搭飛利 表號都給我 我馬上就在機場 就直接拿手機 打了五個型號給表店 按照時間我帶團到了那邊 這客人是個阿姨 他看一看就打電話 跟他先生講 是有這個表還在那邊討論 旁邊有一個上海的團 上海的客人一看 表店裡面根本空了 就那一支表在那裡 這上海客人說馬上就要 人家店員當然說不行 這是人家有訂表的 這個太太一看阿姨說 人家隔壁有在搶 馬上就給他拿下 不能給人家帶走對不對 這是我團裡面還有一個 董事輩董事長 一看到有人搶東西 自己也有興趣 這東西好 Rober 這個還有沒有第二支 我說哪那麼簡單 我們去旁邊逛一逛 逛一圈 結果這時候在外面看表的時候 這個表店有打來 他說尹大科 你趕快回來 我們進了五支新的錶 三支錶在我們表店的 這個技師 他檢驗完了 可以了 就可以拿出來對外販售 你趕快過來 話不說就帶著我的客人 這位董事長去過去了 不到十分鐘就拿下了 他實際上那五支錶裡面 有三支通過檢查 表店也會做生意 他不僅通知我 也通知另外上海那個團隊 不用半個小時 三支全部就沒了 每支都是百萬台幣起跳的 其實講到藝術品 的確是這樣 因為2019年的時候 瑞士是跟法國對不對 攜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來申請 成為這個 製表公益成為他們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2020年也通過了 其實這個中間 為什麼能夠成為一個 非物質文化遺產 也有它的原因 第一個為什麼瑞士 有這麼棒的鐘錶 其實歸根結底要感謝一個 法國的國王 路易十世太陽王 為什麼是他 當然如果固執千太遠不行 瑞士是太陽王 下了一個風丹白露詔書 把一些新教徒就趕走了 那這新教徒實際上 就是我們現在聽到的 叫克爾文教派的人 克爾文教派如果對台灣的 觀眾朋友更熟悉的 就是長老教會的起源 就是長老教會 那他強調的就是簡樸 強調簡樸的話 你身上不能帶那些 奢侈品裝飾的 所以有一群居住在 法國的這一些 製表師 工匠 金匠 就開始往法國南邊的地方移動 就到了當時相對比較自由的 日內網 朱拉山區 所以我們也提到 在2020年的時候 整個朱拉山區那一帶 被列入世界人類的非物質遺產 就整個製表的工藝 包含是鐘錶 碗錶 然後是這種音樂盒能報時的 他把這工藝保存下來 被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認可 是 好 當然不過我們剛剛講到了 世界遺產這件事情 在瑞士還有一個很特別 居然一座城都是世界遺產 這是哪裡 就是他們的首都 對不對 柏恩 好 馬上回來帶你到柏恩看看 已經有800年歷史的柏恩 舊城區滿是紅瓦屋頂的房子 我想有很多的故事書 裡頭應該都是按照這裡的建築 畫出來的房子吧 而且舊城區裡的鐘樓 每到整點就有一堆遊客 癡癡的望著它 都嘛是在等敲鐘的那一刻 這個平常不能進入的鐘樓 在7月份的時候 也會為遠道而來的遊客 開放個幾天 如果沒遇到也是沒關係 要看柏恩的美景 來到這個玫瑰園 可是天天都可以看到的 在柏恩的舊城區裡頭 這麼漂亮的老房子 是絕對會讓人忍不住 拿起相機 快門一直給他猛暗 而處處可見的噴泉 不但造型不同 而且每個都各有故事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TVBS 時尚玩家先前走訪柏恩 帶來的畫面 不過一般人提到瑞士 都會想到的就是日內瓦拉 蘇黎士 比較少會想到低調的柏恩 但其實柏恩是他們的首都 那麼其實這個柏恩的名字 是在德文裡頭叫做熊 所以它這個柏恩的古城區裡面 有一個熊公園非常的有名 而且整個柏恩是在1983年 入選世界遺產的 那裡有一個河叫亞拉河 為什麼 因為亞拉河半以前 就常常有熊出沒 而且歌德還說這是他青年所見 最漂亮的城市 其實柏恩我去過 我柏恩去過 然後很特別的就是 市中心區居然就住著熊 這是非常特別 好 如果去柏恩的話 有哪些看點 好 剛剛主任提到 我也很喜歡這樣的一個城市 但小巧 因為它這個城市剛好三面環水 被剛剛的亞拉河畔 它圍繞起來 那麼說它是熊 在1991年的時候 當時建成的人是 這個名字不能講錯 是貝爾霍德武士 他出門打獵 他說我今天去打獵 見到的第一隻動物 就拿他的命名 還好他沒有見到兔子 見到的是熊 這個名字就來了 我們就看到也不然出現了 它這個城就是圍繞著 這一個亞拉河去建造的 那麼除了是熊公園 本來就象徵它這個地方 本來就是森林多之外 玫瑰園絕對值得去看 當然當我們走過 這個亞拉河的小橋 進到市中心之後 它有一個6公里的一個長廊 這長廊其實我們對台灣來講 非常不陌生 就類似我們經常看到的棋樓 也就是不管颳風下雨下雪 你可以很舒服的 在這個長廊裡面去購物 去生活 所以它的生活基本上 跟這個城市是息息相關的 除了這之外還有噴泉 在市中心區 它那個大道上面 每隔100 200公里左右 就有噴泉 那又是軟滿人來的 因為這噴泉它有幾個用意 夏天來的時候 你各式各樣的水源進來 你就可以直接就地拿著杯 拿著桶 去裝水 回家飲用 而且這水都是可以生飲的 因為這山上的泉水 還有一個博恩大教堂 這大教堂 它上面有個鐘樓 高高大概101公尺左右了 然後還有它的彩繪玻璃窗 跟科隆大教堂一樣 彩繪玻璃窗實際上 我們講的彩繪 它實際上的工藝就是叫 鑲嵌玻璃 它實際上是把玻璃鑲嵌在裡面 所以那是需要一個 很高深的記憶 然後重點是時間 你照一個窗的時間 可能十幾二十年不等 才有辦法把它拼接出來 所以這次去到博恩 值得看的亮點 到瑞士玩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物價實在滿貴的 好 我們來看 這是經濟學人智庫所做的調查 2022年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我們看第一名是紐約 新加坡 這個大家應該覺得理所大 我滿特別的看到第三名 居然是特拉維夫 好 但是瑞士你看 前十名佔了兩名 表示的不是蓋的 他們的薪資水平 如果根據經濟合作 與發展組織所做的統計 根據世界前幾名 平均每一個人 稅前的月薪大約有 6500瑞郎 合台幣大約20萬左右 我聽起來滿高薪的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東西很貴 所以到瑞士旅遊 這一點物價攻略 也要請尹老師來提示大家 什麼原因造成它貴很簡單 它所有的物資基本要進口 不靠海 我們就舉一個 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就是 我們會講個叫大賣客指數 我們就查了一下2023年 今年1月份剛公佈的 而全世界有55個國家跟地區 這個指數第一名就是瑞士了 一個大賣客台幣220 台灣多少錢 趕快講 台灣75 簡單說瑞士買一個大賣客 台灣買3個 以這樣的1比3 而且我們還要再講一件事 在瑞士人吃東西 麥當勞是最便宜的 你就更不用去講其他 所以如果消費者 我們去瑞士要怎麼生活 尤其是很多自由行的朋友 我們就建議你 第一個你在台上 你當然上網自己打開 你的手機去找 你覺得你適合出行的日期 再來就是要去提早訂一些 符合你自己手邊預算的酒店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 瑞士人自己怎麼去省錢 瑞士是一個很簡樸的國家 找超市 尤其像你手機要多去利用 你想省錢 你就是在你的飲食成本上 想辦法去降低 買麥當勞還有一個好處 上廁所不用錢 記得買了之後那個收據說好 因為它上面有密碼 進門要按密碼才能上廁所 好 每次尹老師來我們節目 我們的心都飛到那個國家去了 像這一次我就覺得 是不是要來規劃一個瑞士之旅 但是真的要先掀量掀量 自己的荷包夠不夠深 可以… 因為年終獎金就可以出去 好 謝謝尹老師 同時也先加入T1點 我是張凱文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見囉 拜拜 你好 我是張凱文 歡迎收看T1點 今天我們要來看 南韓的逆襲求生術 要讓全世界的人 每週吃一次韓國菜 時常聽韓國音樂 一年要看兩次韓國電影 這是南韓的影視劇頭 CJ集團的公司名言 遇到破了他們影視產業的雄心壯志 同時也已經是英國電影 現在進行事囉 去年南韓內容產業的出口總值 已經突破了100億美元 超越了其他重要的出口商品 比如說家電或是化妝品等等 光是先前火紅的韓劇 由於遊戲就創造出9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這成功的經驗讓南韓政府加碼投資 目標就是要讓南韓影視文化的銷售額 在2027年達到240億美元 不過韓劇在席捷全球的同時 其實也已經讓南韓的社會文化同時輸出 像是近期的夯劇 由男神宋仲基還有影帝李星明 所主演的《財伐家的小兒子》 講述的雖然是轉生到財伐家族裡面 去復仇的故事 不過因為情節緊扣著 南韓最大財伐家族的政上關係 宛如南韓現代版的經濟發展史縮影 我們先看第一次報導 又傳喜訊的韓國男神宋仲基 先前主演的財伐家小兒子 創下韓國電視台歷史第二高的收視記錄 他在劇中和飾演會長的李星明鬥志過招 讓劇迷看得過癮 而劇情切合過往的歷史事件 也被觀眾說根本回憶殺 像是這段回到過去的島軍 當然知道電影《鐵達尼號》後來會大賣 所以帶著爸爸跟哥哥到美國放膽投資 鐵口直段賺進大統金 劇中這類有趣的歷史梗不斷地出現 但最讓觀眾津津樂道的是 不少人物和劇情的設定 根本就是以韓國最大財伐 三星集團作為原型 影帝李星明飾演的 順陽集團創辦人陳養哲 造型簡直復刻三星創辦人李秉哲 履歷更是有重疊之處 像是財伐爺爺也是從經營粘米廠開始的 畫足名聲用品 再轉型投資半導體產業 他分量了 在想自的尋 renovation 是剛士也到處ением 所以在誕目上朋友 最愛的力氣 魅力強調 很手 帶患看看 時藝人的 化學力 有什麼 kin 我利用 除了三星集团之外 KIA汽车也入戏 对照南韩汽车发展时 KIA汽车在金融海啸之后宣布破产 由竞争对手现代集团入股重生 如今与现代汽车已经并列南韩两大车商 最终则变成顺阳集团收购亚珍汽车 财阀爷爷还亲自到青瓦台面见总统 注意到了吗 剧中的总统身旁有拐杖 回到1997年10月 当时金融危机波及南韩 整个国家几乎破产 两个月后金大中当选了总统 他出重手改革 成为南韩能够最早站起来的关键 而金大中就曾经在公开场合 主着拐杖 因为三星旗下的事业遍布南韩人各个生活层面 所以媒体总爱戏称南韩是三星共和国 夯剧顺势引用反映南韩社会脉动 难怪引发广大的共鸣 也让人一窥南韩现代经济发展史 好 刚刚提到了剧本当中 财阀家族的原型三星集团 真的是呼之欲出 大家都知道三星是南韩最大的企业 更是台湾在半导体产业上最大的对手 三星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 南韩整体的经济发展 不过去年财报却是惨不忍睹 第四季的利润跟去年同期相比 大跌了将近有七成之多 写下八年来最差单季获利 这对南韩整体的经济 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三星对年度旗舰机的销售寄予厚望 因为他们去年底的财报超级惨 不止营业利益大减 第四季和前年同期相比 更是暴跌近七成 也是八年来最大跌幅 其中智慧型手机恐怕是关键之一 高价位手机销量没对手好 难以拉高利润 去年还传出三星旗舰机处理器 改用美国高通替换自家产品升级功能 三星财报惨淡的另一个原因 全球经济放缓造成半导体需求疲软 三星半导体营业利润更是暴跌将近九成七 也重创南韩出口贸易 半导体价格狂洩44.5% 今年一月对中国出口更是减少31.4% 最大跌幅的最低价 最低价的最低价 尽管南韩去年上半年在生产消费和投资上都有增长 只是下半年经济放缓 汽车和3C产量暴跌 作为南韩经济领头羊的三星 现在只希望新手机能够力挽狂澜 提振南韩低迷的景气 三星集团在南韩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表 这是南韩一个机构所做的统计 2017年 如果把美日韩三国前十大的企业 他们的销售额跟GDP来做占比的话 您看到了美国是11.8% 日本是24.6% 稍微多一点 但是南韩居然高达44.3% 尤其是三星电子 你看占比来到了14.6% 而如果把它其他的相关企业加一加的话 一定是超过20%的 可以想见三星在南韩的经济当中 占有多么重要的一个比例 不过近年来受到了疫情 还有战争以及地缘政治等等的影响 三星集团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好我们就来看看南韩财阀的影响力 以及韩剧所反映出来的真实人生 还有南韩的社会 又包括了哪些观察点呢 今天来到节目的是 TBS的祝韩特约记者 同时也是祝韩独立记者 杨潜豪你好 开文姐和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潜豪我们来看的是说 这个三星集团真的是所谓的大到不能倒吗 是不是如此的存在呢 根据它的财报我们来看到 其实低润的部分 它全球市占率就高达44% 好快闪记忆体的部分 全球市占也有36% 也就是说三星记忆体的业务营收 就占它们三星总营收的四分之一 总获率的将近五成 好这样子的一个财报 在去年却雪崩式的下滑 到底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对于整体南韩的经济发展的冲击又何在呢 三星的电子公司 电子公司有好几个部门 其中半导体的部门跟前年同期来相比的话 这个半导体部门的收益下跌的大概超过九成 比前几季都还来的低 大家就非常担心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暴跌的现象存在 但是你如果观察像其他的在南韩生产半导体 或者是生产电子产品的这些大企业 像LG SK海力士这些公司 其实也都出现了这种暴跌的现象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一般的消费者的需求已经大幅的减少 还有未来经济的前景是不乐观的 我们如果把时间拉回到新冠病毒疫情一开始爆发的时候 电脑还有手机的需求 就是在疫情爆发的前两年大幅的增加 这也让三星获益庞大 但是从去年开始 你可以发现其实世界各国疫情都开始趋缓了 然后没多久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造成全球很严重的通膨 一般的民众发现物价高涨 所以它对于很多的产品的需求 也自然而然在减少当中 但是同时三星并没有因此而减产 这一年来的库存 还有很多的东西没有清掉 还没有清掉的货 我们就会把它列为库存损失 这就是三星为什么半导体的收益会大幅下滑的原因 因为库存损失实在是太过庞大了 很多人会问说台积电去年年底 去年第四季收益逆势上涨 为什么三星会这么惨呢 其实有一个原因 三星它自己生产记忆体 每年要生产多少是三星自己要评估决定 其实有点像是赌博 但是台积电它的强项 它的主力是晶圆代工 晶圆代工就是厂商发包给我多少 我就做多少 所以它相较来讲 它的收益不会受到市场供需的波动这么样的庞大 不过其实这也考验着三星的会长 也就是李在荣就要来看有报道指出 即使财报这么惨烈 他还是坚持说先进自成的投资 还是要放下去 对不对 好 这样子的一个性格 马上就让我们联想到了 财阀家小儿子里头有一个角色 谁呢 就是宋仲基所担任的这个角色 叫做陈导俊 对不对 而且很多人就说 在看财阀家小儿子的时候 会跟三星集团来做一个对比 那跟李在荣比较多重叠的角色 就是陈导俊 为什么 陈导俊他就是首尔大学法律系毕业 好 李在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学历也很不错 他也是首尔大学 而且后来还念了哈佛商学院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陈导俊他的爸爸 不是因为在那个家里头不太受待见 所以他就后来就出去外面 自己成立了一个娱乐事业 可是三星集团也有娱乐事业 就是大名鼎鼎的CJ 相信喜欢看韩剧 或看韩国电影的观众朋友 对于CJ这个集团绝对不会感到陌生 不过回过头来看李在荣 其实他要登上大位 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对不对 因为他一路以来 也是像戏里头一样 遭受到了网路泡沫的冲击 当时也赔了很多钱 让大家对于他的经营能力产生了质疑 第二点 就是他的继承之路 好像也受了亲妹妹的威胁 听说这整个过程 比起韩剧来说毫不逊色 是这样子的吗 他的故事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像凯文姐刚刚讲到 其实在2000年初期 当时李在荣就成立了 一三星公司 2000年初期 如果你回到那个时候 网路和电脑都开始都已经普及了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网路好像开启了很大的 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热钱 移来网路这一块领域要来投资 李在荣也就在这个趋势当中 但是还没有做书业绩 就碰上2000年代初期的网路泡沫化 所以李在荣就很安叹的 把这个一三星的公司把它收掉 其实2000年代初期 南海已经走出了金融风暴的阴霾 可是中间又有发生 李健熙李在荣的爸爸 他要投资汽车 韩剧里面也有演 要投资汽车 结果后来投资汽车失败 所以变成说李在荣在那个时候 那个环境下 很可能是想要展现说 他自己是有能力可以接班 刚好在投资失败的这一段时间 他的妹妹 李在荣的第一个妹妹 叫做李富珍 他当时就进到了 新罗饭店工作 然后一路做到 现在已经当到社长 最近还把这个事业 伸展到免税店 他很厉害 他跟这个现代集团 一起联手 抢下了首尔的一个 免税店的经营权 现在这个免税店的事业发展得很好 所以这个也让外界很关注 大家在我们业界都会把 李富珍讲说是小的李建西 就是他的那个经营手腕能力 跟李建西有点像 可是他又没有像李建西 这么样霸气 所以他的形象算是很好 虽然有点神秘 可是心象算是很好的 我在南韩跑新闻的第二年 2014年 当时年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个八十几岁的继承车司机 高龄的继承车司机 要跑去这个新罗饭店 开到这个新罗饭店的正门前 要接客 要在客人 结果不小心就把这个 前面的旋转门给撞坏了 那时候这个新闻出来 我们在想说 要么是喝醉酒 酒驾 或者是说 这个司机是不是跟三星有恩怨 后来这个新闻出来说是意外 然后就估价 这个司机出了意外 要赔偿这个 要赔这个被撞坏的旋转门 这个旋转门估计有五亿含元 五亿含元 你用当时的这个新台币 汇率算起来要1400万 但是当时李富珍 这个社长他接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他没有立刻要求索赔 他反而是要求 要他的这个旗下的幕僚 先去探访 去慰问这个司机 去看一下这个司机的状况 结果这个幕僚一去到这个司机家 才发现这个司机家的生活状况 并不是很好 已经高龄了 那他还有那个重病的老婆要顾 所以后来李富珍听到这个消息 就指示说 那不要跟他求偿了 甚至如果必要的话 帮这个司机负担医药费 马上媒体就说人美心善 所以我们就讲说 损失了这个五亿含元 可是他买到了比 这个一般的广告更好的效果 而且我们刚刚看了 光是长相好像也赢过剧中的女演员 不过李在容也跟剧里头一样 他还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人生的挑战 那是什么呢 因为他为了要比这个巨额的遗传税 居然卷入了行贿风波 还曾经被判刑入狱 直到2022年我们刚刚提到了 才正式的上位来接班 这段过程也非常具有戏剧性 我们来看这则报道 三星少主李在容 日前才被拍到现身父亲 李建希的家族悼念一事 如今他已经确定掌权 成为三星集团的新会长 李建希时代终结 三星进入李在容时代 时之掌门十年终于扶正 李在容接受媒体访问时 留下这几句话 两年前因闺蜜门行贿案 锅当入狱 让三星领导阶层唱空城 今年获得特赦传出 是为李在容接班铺路 不过他的挑战才正要开始 那个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 亲信甘政案这件事情 结果李在容呢 也因为这个案子而锒当入狱了 好像先前被判刑 是两年六个月确定 对不对 但后来呢 仅仅待了207天 就已经假释出狱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文在寅政府 同意给予假释的 而且那个时候据说 青瓦台还特别召开记者会 做了说明 说呢 这是为了国家利益 做出的选择 希望国民能够谅解 但是后来没多久 现在现任总统 引习岳上台了 马上宣布特赦 一特赦就是好几位财阀 其中包括了 刚刚讲到李在容之外 还有乐天董事长 新东斌等人 好 这个时候就是法务部 又跳出来发表声明了 声明说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主要是为了要活化经济 来克服经济危机 是不是总统可以关 但是财阀不能关 对于这个问题我比较持批判性的立场看待 因为李在容他两次被关了 三星会出现股价暴跌 再来呢 每到这个时候我去采访很多 夏至市井小民上次媒体高层主管都会跟我讲说 李在容被关啊 很可能会导致这个 他没有办法决策 会让这个三星的经营出问题 都会有这样子的这种意见存在 如果我拿出这个数据给大家看的话 其实并非如此 并非如此 因为这个李在容被关的2017年 还有2021年这两年 三星电子公司的营收都创下史上新高 我刚刚讲到这个2021年 这个疫情还在肆虐的时候 大家对于这个3C产品的需求大增 所以让这个三星的业绩又更好了 所以反而是他没有被关 最近你可以看到这个业绩 又受到景气的影响又下滑了 那请大家设想一下 当一个富可敌国 而且光是电子公司的雇佣人数 就超过10万人的财阀 会因为单单一个人没有办法工作 就导致这个财阀没有办法经营下去 或者是国家的经济受影响 但其实代表说 那个财阀的经营体制本身是有问题的吧 这几年下来南韩的媒体就你的观察 是不是也已经开始比较多的批判和导正了 是 这几年媒体会 其实会分两大派 保守派的媒体会认为说 虽然这个财阀摄入了很多的不光彩的事情 不过你还是要考量财阀 现在在南韩的经济的影响力 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进步派就会比较批判了 就认为说财阀长期以来 这个占有国家很大的利益 又没有好好的分配给一般的百姓 就持这个比较批判的立场 是 好 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三星集团的崛起 其实在《财阀家小儿子》剧中 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 很多人说他一出来 就碾压所有演员的演技 那就是李新鸣 他真的是超厉害的 那个演技真的没话说 他演的是谁呢 叫做陈养哲 也就是在里头的这个集团里面的创办人 结果非常巧 你看三星的创办人也叫林秉哲 两名字都有哲对不对 而且造型很显然非常非常的像 大家都说神还原嘛 好 那林秉哲是何许人也呢 其实他就是从跟剧中一样 就是从年迷场起家的 后来他创办了 这个是一个老照片 三星商会 然后从这里开始起家之后 慢慢慢慢的演进到一个半导体的 一个王国的存在 三星集团到底是怎么样一步步走到现在富可敌国的地步 以前三星这个李秉哲 他在韩战之后 他把这个重心选定两个领域开始发展 第一个是智唐 第二个是毛之这两个领域 那当时呢 其实韩战经过之后呢 南韩这个很破败嘛 经济的很萧条 还谈汉衣服是名称必须平嘛 对 那再加上说 韩战之后南韩有婴儿潮出现的 婴儿潮出现 就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市场变大 那刚好李秉哲抓了这个时机 所以让他这个生意变得很好 然后呢这个做起来之后 三星就很有攻击性的在并购 其他的公司 越来越大到最后呢 在1960年代的时候 三星已经成为南韩最大的财阀 那到1961年的时候 这个蒲正熙发动的军事政变上台 其实当时的这个军政府跟三星 跟大财阀 关系是有点紧张的 蒲正熙上台之后呢 就以官商勾结 还有非法恋财的名义 把这个南韩12家的这个财阀的经营组 都抓起来了 还好呢 当时这个李秉哲 这个三星的第一代创业组 他人在日本 逃过了一劫 结果李秉哲他知道说 这个他的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 都被抓到的 被抓起来的时候 他就直接宣布说 我要把这个财产捐献给国家 结果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其他财阀 被抓的财阀主听到之后 也宣布跟进 就让蒲正熙觉得非常的惊讶 就立刻赶快的让这个李秉哲回来 然后跟他面谈 结果李秉哲就直接跟蒲正熙讲说 您把这个所有的企业组都抓起来了 这个财阀没有办法互相竞争的话 国家的经济是要怎么搞起来呢 你如果说要把他们抓起来 要处以罚金 要把这个财阀弄垮的话 你不如命令他们 投资 为国家投资经济建设 OK 所以这个 蒲正熙他当时听进了这句话 然后他后来也就决定了 以这个出口为导向 作为南韩发展经济的基础 就是我们做东西 生产东西 然后卖到国外去赚外汇 其实李秉哲他看得很远 他后来又把这个触角延伸到电子产品 他认为说电子产品 它的这个附加价值很高 然后到700代末期 他又开始投资半导体 其实当时业界都很怀疑 而且会觉得李秉哲的这个行为好疯狂 南韩的环境 就跟戏里头演得也很像 南韩的环境当时品质也没有多好 设备等等也没有办法跟日本和美国比 你怎么会在做这个行业 但是他就觉得说 你一直在做这种 劳力秘籍的产业这样子卖东西的话 以后其他的市场可能会取代你 所以他开始投资了很多的设备 而且开始大 大笔的投入预算在研发 后来你可以看到他经营 投入了半导体的事业 这两三十年来你可以看到 电脑也起来了 网络也起来了 手机也起来了 三星就成为这当中的佼佼者 所以真的是很有前瞻性的眼光了 不用回头来看韩剧好了 常常在看韩剧的观众朋友可能会知道 有几个年代是他们在韩剧里头 经常会被拿来当作题材的 其中之一是哪里呢 1988 比如说这一出经典韩剧 请回答1988 对不对 为什么南韩人特别喜欢1988 因为1988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那年南韩主办了奥运 所以是他们集体的一个光荣感的时刻 但另外一个年份呢 则是他们集体觉得是国耻的年份 是什么呢 其实在那个财阀家小儿子里头 也有这一幕 就是这些贵妇 财阀家的贵妇 把自己的珠宝啊 金银财宝全部都捐献 捐献给谁呢 捐献给国家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南韩要破产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于 刚刚钱豪已经讲过的金融危机 请问钱豪 被视为国耻的这一年 对南韩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然后后来南韩又是如何翻身 金融危机发生之前 其实19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 这个南韩政府为了要鼓励说这个财阀 能够继续的卖东西到国外去 所以他希望说财阀也能够继续的投资生产 那投资的话需要钱嘛 南韩政府就让这个大的银行呢 可以更用更低的利率 把这个钱带给财阀 让财阀可以继续扩张自己的设备 这个时候呢 南韩的财阀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每个财阀都想要包山包海 经营各种项目 然后就为了这样子跟银行贷款 那银行在接收这个贷款 审视的时候也没有好好的去评估 这个各个财阀的经营 还有财政状况如何 就直接贷款 都想说财阀不会倒 倒的话呢 我继续的把这个还款形式延长 我还可以继续赚利息 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样子 财阀后来借的金额 都比自己的资产还要来得高 所以到后来这个96年年底 很多的这个热钱 在东南亚和在南韩的热钱 被抽离掉的时候呢 南韩就出现了问题了 一来这个 当时这个日币和人民币都相继的贬值 所以南韩的韩元 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有竞争力了 你可以在这张图里面看到 好 1993年之后 南韩的这个经常说是这个 贸易赤字越来越严重 一路下滑 一路下滑 然后呢 到后来这个热钱都开始抽离了 很多的这个银行呢 被外国的债权追讨说 你要敢把这个钱还过来 那银行就要赶快地跟财阀 要钱 可是财阀自己也还不出钱来 就变很多的银行和财阀 在97年大概3月以后呢 就陆续的像股牌一样倒闭 所以后来这个南韩没有办法了嘛 就必须要跟这个国际货币基金 IMF申请这个纾困贷款 这个纾困贷款的这个数字非常的大 5803亿美元 如果用新台币换算的话是2兆元 很庞大的金额 那其实也不是说借就借嘛 所以当时这个IMF开给南韩的条件 包括政府必须要从事这个金融 和这个财阀的改革 要把这个部门整顿掉 财阀各个财阀里面不赚钱的部门 都把它撤掉或者是整并掉 然后呢银行也要重新的整顿 另外也可以让这个公司更容易的去解雇员工 可以节省成本 所以你看IMF这个劳工那时候举的牌子说 叫I'm fired的缩写 对不对 是还有呢让这个公司可以更弹性的雇用 什么叫弹性的雇用呢 我刚刚讲说原本这个财阀都可以 如果考进去财阀的话 几乎都可以保证说你一生衣食无语 都很安定的工作 可是呢实施这个雇用弹性化就代表说 以后会增加约聘雇 只有短期签约的这种工作的职位 所以南韩你看到现在很多的社会问题 贫富不均 然后呢同工不同酬 就是这个约聘工和正职 他们做的工作是一样的 可是他们薪水却是不一样的 还有自杀率很高 都是从这个97年的金融风暴之后 接受了这个IMF开的条件 所以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 也难怪到现在为止很多的戏剧作品 经常还是琢磨在这一点 对不对的确是他们南韩人心中 非常深层的一个痛处就对了 好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三星 常常有媒体把它形容成 三星共和国对不对 当然就不能缺少是媒体这块版图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南韩 现在简直已经成为了影视帝国了 还进军好莱坞呢 好 这一步步又是如何累积出来的呢 马上回来请别走开 好 三星集团可以说是包山包海了 那少不了的当然就是媒体产业了 才发家小儿子这一出具里面呢 也提到了这个部分 尤其是说他们家族也去投资那个影视城 对不对 好 其实真实的三星集团也是这样 尤其他们旗下有一个报纸呢 叫中央日报 是1965年哇 林里哲创办了这个报纸 然后1999年的时候从三星分离 但是当时的会长呢 也是如今的韩国传媒大亨 他叫洪熙炫 那他是谁呢 他是李在荣的舅舅 等于是他们的家族来经营这些媒体集团 旗下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台 熟悉韩剧的观众朋友一定听过 JTBC 对不对 可是最有意思的是 JTBC这个电视台的新闻 正式揭发李在荣 设入这个蒲警会案的一个关键的电视台 对不对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是大义灭亲还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尤其要讲大义灭亲 不如讲说是媒体的这个经营战略 没有再回避的 他就认为说 今天要做到让大家可以信任这个媒体 我就是往内互打 我必须要揭发自家人这个东西 我们不要避讳 中央日报在李秉哲当时为什么会创办 是因为当时三星其实评价并不 风评并不是很好 他一直买通政治关系 所以很多的主流媒体都会批判三星 所以李秉哲就很生气 那我干脆自己来办一家自己的媒体好了 中央日报还有一家TBC电视台 他同时办了一家报纸和电视台 可是这个电视台在全斗换执政的时候 被强制的关并掉 全斗换为了控制舆论 直到2011年当时保守派的李明博执政的时候 他才恢复让这个大的报纸 可以重新的经营电视台 那这个电视台 JTBC原本他也很偏向保守派 只是在2013年JTBC这个 宏席玄会长 他就从无线的NBC电视台 延览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主播 叫做孙时熙 播报晚间新闻开播的第一个月 就直接把三星打压工会的新闻 放在头条 让大家都吓傻了 我记得这个当时 他被拔着成这个JTBC的社长兼主播 我采访了很多的中央日报 和NBC电视台的主管 大家都不看好 都觉得说他不会待太久 结果没有想到宏席玄 宏家给孙时熙主播 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也让记者去全力的 去往调查报道这一方面发展 只有记者真的很努力 就找找找到这个 蒲警惠的密友 崔顺时的平板电脑 揭发说这个崔顺时一直在帮你 帮这个蒲警惠在打理国务 然后后来也被踢爆出来说这个 蒲警惠要求财阀要捐款 给崔顺时的基金会 这个就是标准的政商勾结 踢爆出来之后 这个JTBC因此的声明大造 其实这也给我们媒体上了一个 很好的课对不对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洪席玄 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资历 他居然还当过 驻美大使 对 南韩的驻美大使 所以南韩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在台湾比较难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南韩媒体的力量 其实很重要就是 寒流带领下的文化输出 还有他们的惊人产值 可以说南韩是请国家之力 在扶植的 但反观台湾 我们的影视行业 以前也曾经独领风骚 可是现在看起来 好像有一段差距了 我们要怎么样迎头赶上 或许南韩经验 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 我们先看这则报道 眼火自闭症律师普恩斌 去年主演韩剧《非常律师》 语音舞红遍全球 由游戏更替国际平台 创造9亿美元经济效益 南韩内容产业持续稳定成长 去年出口总值突破3000多亿台币 已经超越美妆品 应该已经要身为 韩国的第三大产业 可能大概就仅次于 汽车跟半导体 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产业规模 在台湾来讲 大概除了游戏这个事情 还是比较能够有赚到钱 那影视业可能这样也比较萧条 南韩政府全力支持影视产业 光是在去年就花2.3亿 支持九部戏剧拍摄 每一部作品能拿到3000多万的补助 今年还会扩大资金到9.51亿 最近国会也开始提出了一个新的税改方案 他们从原本的3% 5% 10%的减税 他们最近提出25%的减税 跟美国看齐 为了帮助规模较小的制片公司 南韩政府资助人才培育计划 能让他们发挥全新技术 制作文化内容 南韩的影视产业之所以 可以发展成世界级的 跟首尔有一项都市计划 其实息息相关是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上岩洞数码媒体城 其实众多的影视媒体都聚集在这 是不是有点像台北的内湖科学人区 现在很多的电视台都聚集在这里 大概同样的意思 只是规模差蛮多了 现在好像也成为了一个地标 系里头在讲说 穗杨集团要投资的时候 这里本来是一个垃圾山 而且垃圾的重量超过 一亿两千万吨 然后后来就摇身一遍变成了媒体城 媒体城它其实原本是一个空地 后来经过很多次的招商 然后政府也就说服把各家的媒体电视台 还有很多的戏剧的影视的制作公司 就把它聚集在那个地方 所以那边我们叫做数码媒体园区 这里就是NBC电视台 这个景点最近非常的有名 很多人会喜欢在这边拍照打卡 你看我们今天的虚拟棚也出现了这个景点 这个NBC电视台这边 后面走到后面的话 有这个新闻频道YTN也在这边 然后播放这个 财阀家的小儿子的JTBC电视台 现在也搬来这边了 所以现在观光客如果想要参观的话是可以的 是可以在这边 那可以参观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有些电视台那个大厅是可以进到大厅 可以去拍照 可是没办法让你入内 好 不过我们刚刚有讲到CJ娱乐集团 对不对 就是三星投资的一个很主要 而且现在几乎算是他们的影视的巨头了 对不对 上一段节目有讲到 其实它的前身居然是第一志堂 不管怎么样 它现在已经跨足到了音乐 还有戏剧 电影等等 好 我们来看一下CJ集团 它所产出了哪些赫赫有名的作品 其实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电影《机身上流》 后来也进军好莱坞 非常地一个成功 你曾经到CJ去参观过 是不是也带来了独家影片 是不是帮我们来简单地走访一下 好 其实CJ现在已经跟三星脱离了 90年代之后就跟三星分家了 现在CJ的经营人是李炳哲的孙子和孙女 一对姐弟 这对姐弟也是很有远见 在90年代初期他们已经看到说 南韩有自己的国产电影 可是国产电影都好像手工业一样 他发现说好莱坞可以 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可以成功 是因为它有很庞大的专业的分工体系 然后这对姐弟刚开始就去 决定要来投资影视 他就派很多人到美国去学习电影技术 然后还抢夺了梦工厂的在亚洲的版权 这样厉害 在抢到这个版权之后 赚了钱之后去拿了这个钱来投资影视 就盖了很多的这种拍摄的设施 这个是我当时在采访CJ他们 让我们去他们里面拍摄的中心 你看这个荧幕 这个是一个虚拟的荧幕 也是虚拟景 对 如果没有这样子远端看起来的话 会以为是真的 这种虚拟的方式就可以呈现出很多实景 没有办法呈现出来的这种镜头 对 那可以节省很多的成本 CJ长期以来就在投资这一些电影制作的技术 然后最后他也可以卖给其他的 国外的影视公司继续的赚钱 那最重要的是他在投资电影 他把这个好莱坞的这种专业的分工模式 把他引进来南韩的 那投资了很多钱 刚开始也并没有一帆风顺 也历经了说97年的金融风暴 很多的这个片商 这个投资者也抽钱了 但是CJ一直以来都坚持的继续的投资 我曾经访问过CJ内部的员工 他们都跟我讲说这二三十年来 他们真的是一股傻劲 没有放弃在这个影视产业的扶植 所以最近这几年也可以看到丰硕的成果了 像凯文姐刚刚提到的这个寄生上流 还有TVN电视台就是CJ旗下的 TVN也是 就是CJ旗下的 所以他产出了非常多的快智人口的韩剧 最近都受到了很多这个海外阅听众的关注 其实是可以打败这个无线电视台 成为现在韩流的这个移民者 而且他们刚刚说 可以到这个数码媒体城去参观这件事情 最近出国旅游真的是大爆发 有三个国家是国人的首选 包括哪里 日本 韩国跟泰国 周遭好像有朋友 不是去日本就是去韩国 要不然就是泰国旅游 好 现在南韩又有哪些最新最夯的旅游点呢 马上回来前豪就带我们来走访一下 请别走开 随着各国的边境解封 现在已经出现了所谓暴富性的出国旅游潮 好 我们来看一下知名旅游平台 Klook他们做的2023年亚太旅客行为大调查 光是这几个月 近期间 首选 毋庸置疑就是日本 因为我们在过年期间 我们朋友就说 很多人不是在日本 就是在往日本的途中 第二名就是韩国 第三名则是泰国 台湾受访者说 92%他们期待会出国旅游 甚至18%已经预定了明年的旅游行程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到南韩现在有哪些最夯最新的玩法 白色雪景中 许多人拿着吊杆 站在厚达36公分的冰层 等候遵于上沟 南韩将于到华山郡的冰雪王国 山寸鱼庆典 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体验雪国风情 大概多少时间 高到这条 大概20分钟吧 这就很难 如果会技巧的话 应该不难 为期一个月的华川山寸鱼庆典 与中国哈尔滨冰雕节 和日本炸黄雪季 并列世界三大冬季活动 钓到的鱼 可以立即料理 满足味蕾 外头还能享受雪橇 雪滑梯 等多种冰上活动 肯定是新的经验 这是我的第一次冰雪 所以它是第一次冰雪 所以它是第一次冰雪 很好玩 很好玩 对很不错的体验 而且真的一点都不忍 每年山寸云庆典 为华山郡带来至少1000亿韩元 相当于新台币25亿元的经济产值 受新冠疫情冲击后 波动会为两年登场 台湾 香港和新加坡旅客 成为主公客员 特广贵民游客 我们都是台湾 我们在华山公开 都去到美国 洞南粮釣 他们们都在用 永远作选送 让我们下面对外撒 真的能钓得到吗 一般这样熟 熟个五到十分钟 大概都可以钓得到 五到十分钟就钓得到 但是近期去韩国的话 很多人会开始准备 是赏音形成怎么样 那韩国最主要的赏音时节 是落在三月还是四月 四月 四月中以后 四月中下旬 是赏音的最好的时期 如果是在首尔的话 对 如果到首尔去自由行 千好你在首尔待几年了 十年了 十年了 那如果要去首尔赏音的话 你最推荐哪些地方 主要一般南韩民众 最喜欢去如鱼岛 如鱼岛 就是国会那边 您看到这张图 这个是南山 在民洞附近 是浪漫韩剧的必备场景 是 然后我个人私心 比较推荐的是江南的 那个良才市民公园 它也是河川 然后河川的两边 就有那个很茂密的这个樱花 如果想要去自由行的观众朋友 是不是已经把它笔记下来了呢 好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来看 其实南韩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近几年来观光非常的厉害 他们的文体部也提出说 2023年要成为他们的旅游大国元年 说是2027年发酵豪雨 希望能够吸引多少游客 到南韩三千万人次 而且希望旅游收入 能够达到多少呢 三百亿美元 这个目标非常的远大 南韩近期的在旅游上面的规划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接近的 我觉得他们还蛮攻击性的 在拟定很多的战略要执行 您刚刚看到这个三尊游记 其实这个郡守 有接受我的采访 他私下跟我讲说 他们从江源道这边 大概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在规划 一直在跟台湾的旅行 这个阶下 看看能不能够吸引更多的观光客 来到南韩 那个地方其实离首尾大概两个半小时 可是还是很多人愿意去那边 其实已经做出了非常多的准备 其实疫情这两年多 对于南韩的观光产业 造成非常庞大的打击 很多的地方像是釜山 还有你刚刚看到江源道 以及冀州岛 这些地方 他们都趁着疫情这两年的时间 再赶快的去修复 他们也都跟我讲说 台湾是以后旅游的行销的最重要的目标 因为曾经经历过萨德中国的报复 有一阵子中国观光客进不来 他们一声令下就不去了 对 所以南韩就一直要把市场 要分散到其他的国家 台湾就是一个非常 他们很重视的客源对象 好 如果到南韩自由行的话 当然很多人第一站会选首尔 对不对 首尔很多的景点都很值得去 但是听说你先前很喜欢一个地方 那就是北村寒乌村 是 其实很多观光客也都会去 对不对 就是有租韩书的地方 租韩书一般租完之后 大家会先进去景福宫 那个主要的皇宫 去这样子逛然后拍照 然后逛完之后 出了皇宫之后再来到 再走坡 走上来到这个北村寒乌村 所以就可以当那个剧中的女主角就对了 我也干过这种蠢事 但最近呢 我真的有拍过 最近这个实在人潮太 疫情前实在人潮太多了 其实这边很多的住户抱怨说 实在太吵了 有点扰民 然后其实这个地方跟十年前不太一样 就是它其实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了 所以原本这边有很多的那种古画廊 这种艺品店 这种或者是茶房 现在都变成那种连锁店进住 所以它的那个样貌已经变得商业化 就没有那么特别了 听说这里也曾经面临 到底要不要拆迁的一个问题是吗 是 90年代之后 这边曾经很多的住户就把这个 自己的韩物把它拆掉 想要盖了两层三层以上的这个房子 希望能够卖出去赚钱 或租出去赚钱 结果没想到1997年碰到这个金融风暴 这个盖好的房子也没有赚钱 而且这个历史的这个文物 这个这么有价值的这个古屋 也因为这样子被打掉了 所以当时这个民众就觉得有点警觉 就后来就跟政府吸手一起 把这个地方试图把它还原起来 有些地方就重建 那有些好的这个房屋 寒屋就继续的把它维持下去 把它管理好 所以刚好2000年之后 寒流就起来了 很多的这个人都慕名而来 来到这个首尔旅游 这边就成为热门景点 的确到南韩 很多人去自由行 那这些都是值得参考的 今天非常谢谢前海老老 帮我们介绍这么多 有关南韩的社会观察 还有推荐了很多的南韩的旅游景点 当然如果到南韩旅游的话 能够伴随着整个文化的体验 会是更加深入的 那么南韩就很积极地 在申请什么呢 世界遗产 像去年就有一项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这个场景也经常出现在各个韩剧当中 是什么呢 那就是假面舞 马上回来为您介绍 请别走开 南韩近年来自诩为文化遗产大国 积极申请世界遗产 去年呢又有一个最新出炉被联合国教科文文化组织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就是南韩的传统讽刺喜剧 假面舞 喜欢看古装韩剧的观众朋友 对于假面舞的意象应该不会陌生 比如说之前收视也很高的 成为王的男人 这男主角吕真九呢 就是街头艺人 后来被选去当王的替身 另外包括像是冀州的韩语文化啦 或是书院等等 南韩累计已经有多达22项 入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咯 我们一起来看 融合舞蹈 音乐和戏剧元素的南韩假面舞 透过演员对白和观众互动 是一种讽刺社会弊端的传统喜剧 2022年代表南韩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 유네스코는 한국의 탈춤의 등재 신청서를 社会的技能和文化的意味 都很明显地表达成 모범 사례로 평가하기도 했습니다 自从2001年 南韩宗妙祭礼和祭礼月 第一次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以来 南韩已经有22项入选 四号为文化遗产大国 先前入选的还有 2016年的 季州海女文化 2,200种动物质物的棲息地 2019年升移时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以面积不够大 缓冲区不够充分为油驳回 2021年 卷土重来成功 是积极州火山倒和熔岩洞窟之后 南韩第二个自然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是 生物多样性保障 为了重要讯息地 特别是 决定的积极地 有很高的普遍的利益 回顾南韩申请入选 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 最特别的是这一项 有南北韩共同申请的摔缴文化 2016年3月 南韩首先以 大韩民国的摔缴名义申请 北韩在同年12月 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摔缴的名称登记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 南北韩摔缴在社会文化意义上 有共同点 共同登录名单 是为了和平与和解 南韩每年都积极争取 世界文化遗产登陆机会 除了宣传南韩 隐隐为傲的历史文化 也增加在国际间的文化话语权 同时带动更多外国旅客 前来南韩旅游 一次升移成功 带来庞大效益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专开文 我在提关点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咯 拜拜